美国的超级财报周起跑 但是极家欢乐 极家愁 尤其是特斯拉 昨天公布上级财报 7年来首度出现下降 更警报今年成长会放缓 盘后股价这跌了5% 不过马斯克也说 销售放缓是为了研发新世代的车款 这新车能不能够耐寒呢 因为上个周末 冬季风暴席卷芝加哥 温度降到零下-40度 除了交通停摆之外 电动车车主快要疯了 因为充电站完全失去作用 尤其现在大陆的电动车龙头比亚迪 全球销售量也首度超越特斯拉 造车成了全世界的全民运动 我想问聪哥 特斯拉的获利下降 会不会代表暗示着 这个电动车会成为杀戮红海 对 没错 如果你注意到的话 从去年其实美股 一直在创新高的过程里面 有一家股票一直跟不上 那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过去以往 他都是整个美国多头的一个代表 就没想到 他去年的股价当然月末来到了 年底来到280 最近已经跌到200出头 那到底出现什么事情呢 原来最后公布答案 因为他公布了这个财报 大家知道原来你就是业绩不好的 一个状况嘛 好 事实上他为什么业绩不好呢 因为从特斯拉以前到现在为止 来说话 他几乎每一年的获利 都是年年地往上增加 尤其是在2022年的时候 当年的时候他创下了一年获利190几亿的这个数字 然后美股的EPS大概是4块钱以上 就没想到他公布到去年2023年的整体的获利来说的话 较前一年他只有166亿 所以他出现了一个连续快速成长之后的第一次的下降 另外一个美股EPS如果用这个目前来估算的话 大概是3块多 就是从4块多降到3块多 而且他整个利润 这个在去年第四季的时候是相当不好 也就是说他第四季原本大家都说第四季应该是旺季 应该是不错了 就没想到他第四季的利润率下降了40% 那也因为美股的营收 美股的获利 全部都不如预期的这个状况之下 所以他出现一个因为业绩不好 股价出现一个大跌的这个情形 然后他年度交车大概是180万辆 事实上跟预估值差不多 但是过去特斯拉都是打败预估值 这次并没有打败预估值 全部低于预估 对 那面临到未来 他当然就说那你未来怎么办呢 这个特斯拉就说我们现在面临到什么 需求减弱然后利润下降 然后对手竞争 他预估2024年的这个成长会放缓 我们就以这样的交车量来讲好了 去年180万辆 今年预估大概成长两成左右 也就是说大概200出头万辆 所以等于是过去都成长五成的交车量 现在变成是只有两成 那当然整个股价会非常糟糕 那尤其是他说需求减弱 如果明君你有注意到 最近期的 其实全世界都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电动车卖的真的不好 现在反而是大家去买燃油车 各国都是这个样子 因为你的这个所谓充电站 那些基础设施 你没有完善 跟不上之后 大家就宁可不要买 那另外就是对手竞争 竞争对手来说 你看过去的特斯拉最大的竞争对手 可能是欧洲车厂 对不对 但现在来自这个中国的车厂 比亚迪什么武林 然后包括说什么 什么一大堆的车厂 全部都出来之后 造成非常大的这个压力 所以目前的特斯拉 我觉得大家过去可能很多台湾人 很喜欢投资特斯拉 但是我觉得现在 你可能看到特斯拉 你要小心 未来搞不好会变成是 可能它股价就会 一蹶不振的一个状况 尤其我们刚才不是讲吗 这个为什么大家不想买 这个特斯拉的车子 因为第一个 大家可能过去在网路上都看到说 什么特斯拉车子 这个什么玻璃或什么刺进去之后 整个电池就爆炸一个状况 热天会爆炸 但是最近冷天对不对 冷天会怎么样 冷天来说你跑不动 为什么你看 这画面一大堆 对不对 这目前为止来说 因为我们知道 目前为止是五大湖区相当的低温 因为这个北方的寒流下来之后 让五大湖又有这个水汽上来 当地都下大雪 下大雪又极端低温的状况之下 明居你知道吗 很多人就怕要去充电 结果要充电的时候 充下去的时候 原本30分钟就可以充完了 结果没想到现在充了5个小时都充不保 为什么这样 很简单 因为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目前为止来说 我们知道这个锂电池 锂电池它有一个特性 因为它是用锂 锂来说它在高温的时候 会特别的这个比较活耀 那在低温的时候 它就转换效率就会很差 它的活性会很低 活性很低的时候 如果你要再把电充进去 要让它转换成电能的这个 时间会大幅的这个延长 所以你知道 现在美国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吗 你在充电站 到处现在变成是什么 汽车坟场 因为跑不动全部堆在那边 很多电动车都停在那个地方 因为这个所谓现在有很多快充 快充来说的话 你可能在这个活性 或是效率比较差的时候 你有快充大概也没有用 所以就变成是说 很多人都会有所谓里程焦虑 或是电能焦虑的时候 你就不会考虑买这个电动车 好 除了这个之外 因为电动车我刚才讲到 越来越多的问题会出现 所以现在有一个 非常惨的一个状况就是 这个所谓美国的这个 包括说很多租车公司 它开始出清这个特斯拉 比如说美国这家非常大的 赫子的这个租车公司 我们其实过去他很爱买 这个特斯拉的车子 因为特斯拉车子好租 你也愿意租 大家都愿意租 而且对他来讲的话 可以省掉一些所谓的 这个所谓油耗的这个部分 我只要充电均就可以用 所以很多人过去都可以买 但是现在赫子说什么 我要出清旗下的特斯拉车中 然后要降低车队中的 所谓的电动车的占比 可能要增加燃油车 对 我要增加燃油车 原因是什么 因为很简单 因为目前为止 过去我们都说 特斯拉的这个中古价格非常高 可是问题是你看 现在你讲到的容易 这个热容易爆炸 然后低温的时候开不动 所以现在反而很多美国人 要抛售他手中的特斯拉 而且他的中古车的残值 也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他变成说 我这个折旧率高 残值下降 一天到晚再降价 对 那我就不要买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大家过去都认为说 电动车的维修成本比较低 的确如果我们用这个车子的 整个组装来看的话 电动车大概只要 大概2000多个零件 但是这个一般的车子 燃油车大概要2万多个零件 所以你对比起来的话 它零件比较少 但是它出问题的时候 就很难修 包括马达 或者说它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电池坏了坏的话 你要全部都要更换 所以反而 它的整个维修成本 不会比燃油车更低 所以别人说那我这样 我残值又更低的时候 那我就干脆不要这样 所以你就知道说 从这个HERST的电动车 它要促进特斯拉 你就知道说 特斯拉业绩 当然不会更好的一个状况 连这个租车龙头 都有这样的动作 就很怕后续会引发 一连串的连锁效应 但特斯拉在美国 这寒冷地带遇到的是 冬天没办法充电的问题 那在中国是什么状况呢 是好多地方 它不能去 对 没错 我们就讲 事实上目前为止 中美之间在进行贸易战 贸易战 科技战的时候 你美国进我的科技 那我中国我也进你的科技 进什么科技呢 特斯拉 你看 这是中国的一个标语 你看 特斯拉禁止路内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因为特斯拉我们就讲 它是用所谓镜头在拍摄 那镜头拍摄的时候 你看看它可以拍到周边 所有的东西 尤其是你知道 它到了一些比较敏感的区域 譬如说像中国的工厂 中国的军事的基地 中国的医院 甚至有领导人经过的时候 如果你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拍到 这些所谓的领导人的身影 或是什么 那你这次就设计 那中国又说 你特斯拉你没有错 你之前是说你的数据 会传到我们中国来 但是你会不会传到美国 我们不知道 所以这看起来 那就是一个公家机关 对 没错 你不能进去 所以他就是说 公家机关来说 目前为止都不行 所以你看 中国很多地方政府的机构 包括会议中心 展览中心 竟然都用所谓的资安理由 不让你来 以前它是军事基地 现在整理是越来越多 而且现在也可能有很多 政府机构就说不希望你的领导人 或是你的相关人士有开特斯 所以特斯 很多人是用来开 这个政府的车子 机构车子 就没想到不能够买 所以特斯拉 当然在中国的销售量 就节节下滑 特别是老谢他讲到 他就说 其实因为中国 它努力在发展这个能源车 他们能源车 还有这个国家补助 然后还有一大堆的 这个Lily Coco的补贴方案 所以你看 他们现在能源车 今年要增长 越来越增长20% 目前新能源车 高达1125万辆 怎么那么多 太多了 连中国都不够 现在中国都要往外输 所以等于是说 而且是中国最便宜的电动车 只要17万台币 这竞争力真的很高 对 我们讲过 武林的这个车子 它车子非常非常小 这个车虽小 五脏俱全 所以也就是说 因为它现在可以把这个车子 往外输 你看 目前为止比亚迪到日本去了 他在欧洲去了 他现在也在台湾注册了 他接下来也要准备要进军台湾 所以就是说 现在它的价格 一旦往外输出的时候 这个其他的产汽车大国 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美国当然也是首当其中特斯拉 好 我们就讲 过去我们印象中都说 中国车就只能坐便宜的车 可是我跟他讲 现在中国车不是这个样子 不只便宜的 也有高端的 没错 我们就讲比亚迪 比亚迪来说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的特斯拉 最高的这个是Model S的PLAG 这个所谓跑车等级的最高车款 我们现在看到这台车 这台车就是比亚迪的仰望U7 它的对标就是这台这个Model S的PLAG Model S的PLAG一台四五百万 它这台车一台目前为止 标价也是大概四百多万左右 它为什么敢给你喊到这么高价 第一个 你看 它是个四门的轿跑车款 然后再来就是说 因为它有四具电动马达 也就是说你特斯拉才几具 那我这个有四具电动马达 我的马力最大马力 可以到了106匹 比特斯拉还要更多 然后再加上说我这个快充 或者说我的电池的容量 这个可以跑的数量 里程都比你更多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 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特斯拉 你要买这个所谓autopilot的话 你还要另外再加签 它没有我们就直接 这个Bundu在这里面了 我们这个我们可以实现 所谓LV3等级的自重辅助驾驶系统 所以LV3等级 然后400多万 然后你看它的车型外观 然后整个跑 无论就是这个马力速 或者我的电池的这个充电的速率 跟这个底层数都比你更多 所以它就说我当然可以这个 击败你 这是比亚迪目前为止的雄心壮志 好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志骑 这个LS6的这个车子 另外一个车厂 对 这是另外一个车厂 它有跟这个华为互相来合作 它推出这个 它就说我标准是一个所谓自驾 这个所谓智慧车 它就说什么 你看它也是车身 你看它车身看起来也是非常的赞 它还有包括说像自动驾驶的辅助系统 然后充电速度它也是说 我充电进去之后 15分钟的充电 就可以跑到一两百公里以上 目前的价格也是相当相当的便宜 就主打CP值 它对标的是什么 对标的是中国在 中国或是全世界目前推出来的 最便宜的这个Model Y车款之一 虽然它这车大概100多万 虽然100多万的车 我也有这样的车 我400多万的车 我有这个DIT的车 更何况我还有50系列 那种只有17 8万的这个价格 所以你要说真的 未来的这个电动车市场里面来说 中国是从高价 中价到低价 它全部都有 相对于你特斯拉就是中高价 当然你可能要跟它这个对下 双方对杀起来的时候 你当然你的产品线没有它完整 而且你的价格竞争力也不如它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开场要说 特斯拉我觉得从过去可能很多 全世界的投资人都很喜欢 台湾投资人都很喜欢 我们可能未来要对它的前景 打上一个比较大的问号了 张英哥我就想问了 因为这个美国股市标普 昨天还创下新高 包含了辉达 包含超微 包含美超微都创新高 终于护国神山 这个缺口守住三天不破 往上不回头 可是为什么其他的概念股 今天中小新谷跌得好多 连AI伺服器都不涨了 有人趁赚钱先卖掉 可是这卖掉会不会后悔 我觉得分这样讲 其实现在大家到了万八 一定是静观情缺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护盘神山 我想其实台积电 其实这一波其实拉得很多 包含昨天在用力往上攻之后 其实今天其实就等于是 台积电的个人秀 但我们看到 一个人的武林 一个人的武林 对 都是他 所以说投票没有 很多人就会说 靠一万八了 为什么我的账户都还是一样 还是绿的 还是绿的 那样 我想先不用太担心 我认为台积电它算是一个指标 也就攻万八之后 不会说攻万八之后 突然就结束了 只是说先攻万八这个里程碑之后 拉回之后你要布局什么 所以我认为其实这个 第一个先看美股的市场在这边 有没有继续公告的基金 有 其实大家看到 其实昨天除了道琼不涨之外 标普 纳斯达克都持续的创高 所以有的人就说 其实在这里 美国的七巨头 其实是引领了现在的股市 大家知道其实标普 今年大概涨4%多 可是七巨头加起来涨6%多 比较猛 对 Media在前面 那你说其实像这个所谓的 我们说的Meta 微软 还有我们说谷歌都是什么 都持续的继续去做创高 那最近比较强的应该是什么 是AMD 那AMD虽然不带七巨头 但是我跟跟大家讲 这一波就是超微 美超微 这一类的半导体 包含我们看到了 那AMD又要出什么 MI300X 好 那我先说 MI300X的推出 为什么台股的这些供应链 有涨可是不会像它直接喷出 因为第一个受它有优惠 受到它的这个所谓的影响的 应该是什么 台积电 所以这些涨其实 第一个吃补的是台积电 一定是台积电 那台积电吃补之后 我先说了 AMD跟AMD之争 其实到最后就会开始消价竞争 所以就会压抑到这些所谓的 伺服器 伺服器 所以我认为短线来说最有优势的 最能够吃补的还是台积电 那台积电吃完补之后 能不能够所谓雨露均沾 我认为雨露均沾的第一个 还是台积电相关供应链 可是你说这些AI伺服器电 能不能像去年这样的爆发 我认为营收要继续开出来 所以大家看到 12月如果营收开出来 譬如像伪创 伪影等等 其实它就上来了 但是如果12月开不出来的 大家就要什么 接下来继续的观察 所以我认为AI伺服器的供应链 因为每个人都在谈 都很热 这个时候来到万八 反而不应该追 反而应该要停看听 为什么 我告诉大家 这一波的万八 我跟大家讲 我算过了 台积电 其实这一波从570到642 贡献大盘刚好供应500点 也就是说这一波的大盘 都是靠它涨 都是靠它 所以今天虽然站上1802店 尾盘也再度往上拉 我跟大家讲 它就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一个所谓的精神指标 台股现在的成交量 大家可以看到 整体就有两支股票来带 第一个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又拉高之后 我先说老实话 先进制成就是非它莫属 所以如果你要追强势股 我认为也不一定要买台积电 我们之前就提到 台积电的供应链 台积电COVAS制成 这一类的股票 只要台积电继续供 它们一定会往上走 它就是强势类股 反正你不要因为它强 然后你去买其他人的AI 我认为不太一样 第二个就是说 联电 联电 我先跟大家讲 联电这一波 外资算是也看错 因为这一波 我们前两天有统计来 外资是联电砍下来 然后它又买上来 可是我认为联电 它现在在买的关系 是因为什么 联电的殖利率相对高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 今年包含 我也只是要讲的 它没有讲什么成熟自成好 所以成熟自成 车用的电子 我强调车用的电子 基本上今年还没有看到复苏 所以你说你去买联电 我认为投信买的比较多 因为投信先买 然后外资在接棒 外资我认为 他是不知道买什么的 没有东西好买 因为台湾涨太多了 所以联电进来卡位 控盘指数 所以台积电跟联电 我认为现在就是一个 控盘指数的标题 到了1万8 他们会大跌 不会 他们要喷出吗 我告诉你 他们一喷出 指数就会继续往上动 是控盘的要角 回到今天的台股 我认为你去观察 今天的大型股跟 这个所谓的上柜 其实上柜比较惨 很多涨多都回档 我们观察大型股里面 你看刚才提过我们就不要提 你看联发客也在供 资源也在供 今天电子淋水店里面 欣欣比较强势 所以整体的市场 我要跟大家讲 现在的盘面上就怎么样 开始做一些所谓的 资金轮动的展换 你看我刚才说的 伪创广达 这边通通都怎么样 都重见落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 这其实不太像是一个万八的盘 如果是万八真的 这边主流要攻的话 照理说台积电涨 这一类的电子 我们说电脑林组建的周边 应该要涨上去 好 那反过来 上柜也是一样 昨天中美金一涨 新复兴最近网通也很强 结果网通全部重见落 所以表示说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跟明星在聊 你看琴雅 有没有 最很强的今天也是弱 游戏类谷 本来今天制作 我们来讲游戏类谷 对不起 昨天掌停今天跌停 所以表示说来到万八 资金的轮动很快速的时候 真的好快 我认为这个时候的布局 你就要想到一点就是 不要让怎么样 资金的比重过于拥挤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乖离过大 反而你是什么 你要看什么 资金是由低档往上供 资金流入 而不是资金过于拥挤流出 我认为包含 你看这些电子通路 还有电脑周边 都是资金过于拥挤之后的流出 我给大家看一张图 你就可以明了 整体的市场各位可以看到 上市电子的资金流向 各位有没有看到 一根根来到八成 80%了 我先讲这就是一个关键 你常常在做股票的时候 这一种都是一个 我先讲警讯 也就是说它不一定会直接崩 或直接怎么样 但是过热了之后 你要让它再涨不容易 为什么 钱都塞到这里了 塞到之后盘又来到新高 我先讲今天来到万八 我们包含一些法 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调节资金比重 我押中的电子开始在减码 我一定要去押一些什么 资金比重低开始往上升的 不是到了万八 再全力去押AI股 那就不对了 所以现在到了万八的操作策略 我刚刚帮大家快速做个结论 一个是依然看好台积电 但还见就是一个控盘的工具 短线上面也不能追 反倒是AI相关概念国 有一点点过热了 可能封关前你不要追进 押回之后再买比较安全 现在要找什么 低位阶的 因为有看到资金在流动的现象 但低位阶的股票 要选什么样的族群 举个例子来说 今天的汽车类股 汽车 资金不是电动车 我讲的是那种整车 传统 传统的车 为什么 因为我们前几天讲 特斯拉买得不好 大家现在反过头来 要做什么 要做传统车 而且它怎么样 这个是大盘 这个是汽车的什么 汽车指数 你看汽车指数是不是乖离很大 所以它等于是 低档乖离很大的向上翘 在往那边靠近 对 然后这个是什么 往上翘太多要往回档 所以它就是一个 收敛的一个系列 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今天就帮大家挑 两组系列 一个是跟什么 汽车相关的 一个是什么 低价高职利率的 漂亮 整体来说对于汽车来讲 今天有表现的叫做什么 叫做东洋 东洋 东洋你看做这种板金 维修件的一出来之后 AM市场我先跟大家讲 去年有没有获利 有 今年的冬天又特别冷 所以北美的市场一定不错 但是今天 其实我说老实话 东洋一涨 你去买东洋 东洋又准备创高了 所以你就要去观察说 在这里面 有没有相对比较便宜的 包含提威锡 港铁 这两个都做板金的 但提威锡是做车灯的 整体来说有没有赚钱 有 殖利率有没有 有 而且你看相对来说 以这个所谓提威锡来说 它的什么 美股的 激增的盈与EPS 它其实相对比较高 虽然说营收 遮月可能比较不好一点点 可是整体来说 它的什么 获利是往上 所以整体来说我认为 汽车股里面 你就是找什么 找营收往上走 然后有这些所谓殖利率的 好 那这个是什么 我们特别替它瞧出来 不要说红包股 就是相对比较低价 殖利率比较高的 包含说远东西 这远房 对不对 群育症 证券 林医座 安控 对不对 亚尼 你看 其实他们过去三年的殖利率 都好高 都很高 对不对 都很高 那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你追不下去的时候 其实你反过头来 你应该去看 什么东西是你神功护体的 就是说它过去有赚钱 常常会配发 去年又有赚钱 那这个时候殖利率如果高档的话 那基本上你去抓 过去如果相对来说 本益比相对比较低 本益比相对比较低 然后营收可能又有什么 相对增加的 那就相对来说比较有机会 好 昌星哥 在这两个主题当中 分别挑出了一档潜利股 跟大家来做留意 对 那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我们一样提到了 那整体来说提威期 我先说老实话 现在的重满满面刚好在低档 真的是低档 因为它是低档嘛 对不对 然后刚好盘满满满 交易加速刚好低档勾上来 散户根本没有买 我喜欢找这种的 交易加速勾上来 对 交易加速就是这样 成交加速其实是少的 少的是比较好 如果很多人在交易就是不好 所以你成交很热络 到成交很不热络的时候 表示怎么样 大家都没关注他 可是为什么我们说这有机会 因为东洋当一个带头 拉起来之后 大家就会去找 哪一些AM市场有机会 刚好它是低档开始足底 我认为这个机会 相对于资金就刚好有进来 有没有赚钱 我们看 有吗 你说有没有赚钱 有 你说整体都有赚钱 而且怎么样 它整体的EPS怎么样 持续的往上攻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我帮大家找是 毛利率持续3G都往上 从24 25到26 所以意思就是说 像提威西这样的一个股票 我认为就怎么样 前一波大家过度关注AI 然后资金就没看到它 这个时候大家觉得AI太贵了 汽车很便宜的时候 汽车类股就有机会低档反弹 这个叫做进可攻退可守 位置也低 对 最后我们提到 台湾的实验站是什么 证券的话波进了人数创新高 11月跟12月这么多人开户 把钱存进去要来买股票 对 创新高的话 你想谁会获利 那当然证券类股会获利 举例来说你看群义镇 其实从这边拉起来 说实在的它的波动 相对不会那么大 可是当台股到万八 整个量能先降在增的时候 这个证券类股 它就会出现一个大爆发的部分 所以我认为如果以同班股来说 这个16块的同班股 你算起来大概都是有7%左右 6%到7%的部分 你看他有没有赚钱 赚钱非常的稳定 所以每季 赚起来大概都0.5%左右 所以估起来 一年大概赚2块左右 2块左右你这样配下来的话 其实如果配到1.1到1.3的话 你一除可能就是7%左右 所以这个我认为才叫做 进可攻退可守 因为当台股来到万八 不会万八之后 通通都没有成交量 这个成交量会继续滚下去 你说营收有没有 你看营收当然就是什么 持续的往上升 我认为这样大概是1月份 营收还会再创高 所以我认为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汽车店 不是汽车店子 汽车的整车 你减零组店的 第一档往上升 第二个是高值利率又低价的同班股 它基本上我认为大家进入的门槛低 那你买件的时候就怎么样 等它开始营收公布 然后最好是怎么样 等到殖利率要配息的时候公布 那这时候配起来大家一算 大概7%多 那这个资议就会涌入 所以我认为用这样的观察 不要这个时候去乱追一些AI股 反而这时候整理一下 想想你的布局的方式 我认为相对来说会比较安全 我是陈明君 我是李嘉明 敬请锁定 武器失落网 真相不漏网